微软副总裁伯特在博客中说 Nobelium一直试图重复 它在过去网工中使用的方法 将全球IT供应链作为攻击目标 这一次是供应链的另外一部分 包括代表客户定制、部署和管理云服务 和其他技术的转售商 以及其他技术服务提供商 微软表示从5月开始 他们一直在观察Nobelium的活动 通知了140多个可能受到网工的合作伙伴和客户 其中有14家公司已经受到骇客的影响 Nobelium组织被认为是俄国情报部门的一部分 今年早些时候 拜登政府就SolarWand电脑骇客事件 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上进综合报道